Taddy生日牛扒大餐 最後選了比較少脂肪的紐西蘭西蘭牛扒 今天就是來做這個香蕉雞蛋燕麥餅 給Taddy做生日蛋糕 首先把一條香脂切片放在攪拌機 然後打勻兩隻雞蛋 然後把打好的雞蛋倒進攪拌機 然後量30克的麥片 把麥片倒進去 用攪拌機攪拌剛才的材料 然後把麥片倒進去 打至麵粥就可以了 另外準備了一些蘑菇放在麵面上裝飾 首先把不太漂亮的蘑菇煮成果醬 記得如果要弄給狗仔吃 就不要加糖了 攪拌一下就會自己出汁了 煮到這樣就夠了 可以關火放涼 然後準備了兩個深型模 然後開小火 非常小的小火 因為我不想加任何油煎 所以要用易結鑊 把粉漿倒進去深型模 記得要小火慢慢煎 然後要沿著邊 用刀 慢慢切出來 因為本身裡面有香蕉和雞蛋 所以就這樣聞下去已經很香了 人都可以吃的 然後鋪上果醬 再放一顆新鮮的 Raspberry 這樣就完成了 生日大餐的主角 紐西蘭西蘭扒 我打算不用油 直接用牛扒有的油 所以 要在牛扒有油那邊下 很滑 另一邊就準備好配菜 車尼茄和秋葵 牛肉呢 我會煎全熟的 為了方便它們食用 已經煎成牛扒條了 Peddy的生日大餐 完成啦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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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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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